伊朗在前面有兩盤米粉 這米粉有什麼差別 一個比較白一個比較黑 我想要讓大家來猜猜看 就是這兩個米粉 有一個的話就是我們傳統的 就是傳統的那個 只用100%的純的再來米做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裡面 它其實用的是那個玉米澱粉 那我可以猜黑的那個是米粉 我跟你講 依照現在的經驗對不對 依照現在的經驗 只要是越不好看的一定是越好的 我也猜黑色的 因為這顏色比較深嘛 這顏色比較白 那炒起來的話 這個是很容易就炒斷了 這個跟大家講 這種我也買過 沒有塑膠所以就斷 很容易就斷了 所以你 水水 你差不多你的料要翻到 你的料應該要煮得很漂亮 很好了 這個不能用鏟子 攪起來就好啊 不可以用攪的啦 水燈啦 就直接翻過來就好 不是要用兩支支 用這樣挑一下 用比較大的鏟子 從下面整塊翻起來 也不行 也會斷 也會斷 一定要用那個 也要擦 就是你們這種人 所以才要發明旁邊這個啦 你知道嗎 就是你怎麼炒都不會動 這個你可以用鏟子炒 還可以 但炒久了也是會斷的 像這個純米米粉的話 其實是 像我已經很多年 我都不吃市面上的米粉 因為尤其我以前 剛從台南來北部念書的時候 第一次吃到那個 看到那個攤子上面那個 炒米粉 就是說炒米粉 放在那邊 下面用火一直蒸嘛 然後上面還可以不停的翻 我又覺得 哇 這好厲害喔 就是我小時候印象的 米粉根本不能夠 這樣子做的 然後果然一次就覺得 這塑膠嘛 就是 就是它就是 沒有 沒有米的味道 沒有米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就是 吃起來的話就是覺得很Q 可是就是完全沒味道 然後吃到完全沒味道 因為覺得難吃就不想吃 而且最重要的是 小時候吃純米米粉的話 其實很零喔 你大概吃完兩個小時之後 不管你吃再多 肚子很餓 可是吃那種米粉 你就脹氣了 脹到晚上都不想吃飯 所以說後來 因為我們腸胃要消化塑膠 真的不容易 對 那所以我好多年 都不在外面吃米粉 除非就是後來都用開 這個是什麼做的 就玉米澱粉 其實是用玉米澱粉 那玉米澱粉也是澱粉 對 可是就是 當然就是前陣子 事件在爆發的時候 很多人就說了 玉米澱粉的壞處 或什麼 這個就不是我的專業 可是在我的角度 你只是說這是米啊 這是那種煩味啊 對 可是這個玉米 也不是那種玉米 也不是那種真正的玉米 它還是基因改造的玉米 而且它自己在製作的時候 用很多的那個化學藥劑去 去化學添加物去改變它 它如果真的純是玉米 你做的應該要有玉米香 還是沒有的 還是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其實完全就是 從一個美味的觀點去的時候 當小時候我們很習慣這個 就是要有濃濃的米香的味道的時候 你吃到那個就心生警覺 就會不想吃 可是我覺得吃米粉也是一個 一門專業的技術活 我到現在通常第一口米粉 還是會夾到 吃米粉的十塊你知道嗎 我都吃太大口 米粉不好消化 我們從小的觀念都是這樣 比較難消化 吃小口的 不過頭一口都會十塊 所以吃米粉一定要配共和湯 再來是醬油好不好 醬油 對 其實這是 就是真的搞到現在那個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醬油 還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這兩種醬油 其實看起來應該很明顯 一個顏色非常的深 然後再來 好 一個顏色非常的深 然後這個顏色非常的淡 那現在 一個義式咖啡 一個美式咖啡 就是一個顏色非常的深 然後一個顏色其實就會相對比較淺一點 那我們其實對光看就非常的明顯 對 就是對光看非常的明顯 那現在其實大部分的市售醬油 就是當然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所謂的素酿醬油 就是它不是 我們以前傳統做醬油是很麻煩的 你要把那個醬缸放在太陽底下 曬四到六個月 讓它緩慢的發酵跟作用 那素酿醬油 就是工廠一罐就可以做出了 那這個做出來的那個素酿醬油的 其實它就剩下鹹味而已 其實大家可以聞聞看 可以聞聞看 就是兩者的香氣其實相差非常多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而且你知道喔 你還會覺得自己酿的比較臭喔 但是我們已經都已經遺忘了 真正的黑豆的香氣 可是這個是黑豆的香氣 你這樣子炸蚊之下 你來滷的時候 這鍋滷起來覺得臭臭喔 一開始喔 可是滷到最後 非常的美味 那另外一個其實就是焦糖調色的問題 就是實際上 就是醬油其實不 就是真正的醬油不應該這麼生 那以前的話 其實傳統的話 為了讓它生 其實會去用糖色 就是用炒糖的方式 可是現在大家哪有那個時間呢 就是直接就是用化學的那個 焦糖色素下去調 像你外面這樣吃 你吃得出來那個醬油是肉的 會 就是實際上 你如果真的去用好的醬油 那即使是現在的那種 就是還是有一些純釀醬油 而且還是有一些純釀醬油 它可能因為黑豆的品質來源 或者是說它裡面的原液比的關係 它還是會在裡面添加所謂 人工甘味就是喝甘酸 人工甘味最主要人工甘味 尤其我跟你講你們台南人愛吃甜 台南有很多醬油 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台南口味的 就是麻煩你用湯匙 你可以咬一口來吃吃看 很甜 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們自己做醬油 可是你是加什麼甜 我加紅糖 對 可是我是說 有很多醬油廠 加的就是那個人工甘味 對 人工甘味 我上次講過 在台南試了一個醬油 從離開之後 一到晚上 礦泉水一直灌一直灌 後來我想說不對 我怎麼會這麼渴 不對啊 我會想說原來是醬油的人工甘味 其實有一些 這時候我才去吃解毒劑 一口就解掉了 叫可樂 可樂 對 我知道 你如果吃到味精很渴 對 或者那種人工甘味劑很可樂 我也是用可樂 你只有一個解毒劑叫可樂 我從來不喝可樂 只有那個時候 對 我也是 對 那所以說就是 不要喝一瓶喔 喝一口就好了 一口就解掉了 對 所以說其實那個 就是它的那個焦糖色加下去之後 你這個不叫甜啊 哎呦 喝過那種 好 那個可能我比較沒有經驗 對 那可是問題是在於說 像我們這個醬油做出來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欸 那個味道我不習慣 你老婆 不好意思 那如果是真的 用這樣倒下去釀造的 成本 你覺得成本一罐 像這樣子的話 常常就要到200以上 那這個的話 我想幾十塊錢就有了 可是實際上呢 真正就是好的醬油的話 你不用那個加很多 它其實就會很有風味 那另外它不是只有死鹹 像我常常用那個 我開始用這樣子的醬油做菜之後 我做菜變得非常的省力 像我去做那個 就是滷一塊豆腐 完全不用肉 不用任何高湯 不用調味料 單單只有醬油跟蔥 然後下去把它 稍微的滷一下之後 其實風味就非常好 不過當然豆腐也要好 那再來 再談 你這個鳳梨這個是怎樣 對 那還有就是水果乾 我想大家這個不用猜了 一看就非常的明顯 那就是剛才 我覺得鳳梨有夠水 有夠水 好水啊 要不要來一塊 這吃下去已經快要 連肚子快變冷透明了 你知道 有夠水 水到這樣是比較恐怖 真的 其實真正的那個水果乾 這個是只 採收之後 切片之後 只有稍微 就是糖漬之後 然後直接在那個烤箱裡面 用六個小時的低溫 慢慢把它烤到乾的 這是什麼 這是楊桃乾 還是楊桃乾 這是鳳梨乾 那那個 所以說它實際上 它的顏色就不會像是那種鮮豔的顏色 它會比較暗一點 而且呢 就是如果你沒有放進冰箱保存之後 它其實不會變質 可是它會慢慢的開始發黑 那可是這一盤 我相信你在那個室溫底下放好幾天 它還是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可是就是 所以這是天然的 楊桃這是天然的 這是完全天然的 這個鳳梨這是要的 鳳梨就吃的 對 鳳梨就吃 不用吃 然後陶梨就吃了沒關係 可是實際上 你其實吃真正的水果乾的時候 它其實就會充滿了芬芳的水果香 就是像那個水果乾 其實我們一般都會覺得 是比水果更美味的東西 如果是好的 因為它會把那個水果的滋味 整個濃縮起來 而且我跟你講 真正好的水果乾 你非得用好的水果 各位可能誤會說 水果堆暖起來做果乾 那個是做不出來的 那個做出來很難吃 肯定要知道 它這個一定很多甜 因為上面有很多糖 然後又還會反光 亮晶晶的 小朋友如果吃了 他會很愛吃 我自己做過的鳳梨乾 不可能是這個顏色 它還是黃 其實也會比較亮 有點螢光鮮 不至於不至於 因為我是 楊桃會比較深一點 楊桃會比較深這樣子 它還是鳳梨的那個樣子 可是是比較深黃色 比較深黃色 比較深黃色 比較像 比較這個再亮一點點 所以依然這個是 完全是色素挑的 對 其實我還真的有一點覺得 首先它一定不會是 緩慢的脫水乾燥的 然後就是應該都是有色素的添加 也行啦 我就用它這麼漂亮 要這麼完整 其實你如果好好的做 它還是可以這麼的完整 可是當然就是 你要好好的做 那又更貴了 所以說其實市面上 絕大多數的化學添加劑 或者是不好的方式 它其實目的都有幾個 就是第一個是 阿老師 你比較會排毒 你吃一塊啦 我看怎麼排毒 好啊… 吃啊 不要啦… 老師要叫我們喝心裡糖 就要加了加 等一下有解藥 對啊 有解藥